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是关于这个疫情对这个全世界食物供应链的这个影响 那其实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还是要讲一下关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粮食 其实刚才我打电话给我一个在他在中国有自己厂做食物的一个朋友 他讲中国那边三月头已经开工了,他们的食物的供给都很足够 其实马来西亚是很足够,前几天跟我妈谈田的时候他讲 现在那个菜那种都很便宜 因为我们的产量过剩,有很多餐厅都没有做了 而我们的Household Consumption,就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所用的这个量也没有这样多了 而我们的那个生产还是一样,所以整个菜那种全部很便宜,过剩 所以之前讲要囤粮那种的东西呢是不成立的 所以他们金马伦讲要一个礼拜要减产50个蛋 因为其实不是讲说我们过多,全世界过多的粮食,而是我们的market 小 我们只有给自己的马来西亚还有这个新加坡罢了 其实粮食是最短钱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嘛 你看现在mco哦,吃到肥肥哦,我看每个人都肥肥了啦 我听我妈妈讲,在家最辛苦的现在是妈妈哦,要照顾自己的老公 要照顾这个孩子,全部的羊肥肥胖胖 我一个人在家都胖了很多 那讲回粮食啦,其实马来西亚有import很多粮食的 最主要的进口国,我们进口的食物来自中国啦,印度啦,泰国啦,印尼啦,还有纽西兰 我们很幸运因为这些进口的国家,最大的进口国家 现在比如说中国,它已经没有这样大的影响了,在这个,关于这个供应方面 然后,印度也没有很大影响现在啦,暂时没有很大影响 它也躲过了那个,那个蝗虫的灾害咯,因为它,它毁灭了自己三架的无人机 也要把所有的蝗虫杀死咯,不过也要恭喜印度啦,它杀死了3亿6千万只蝗虫 减免了很多东南亚的灾害,然后泰国啊,泰国也ok啦,控制了它的疫情 然后还有印尼啦,纽西兰啦,ok啦,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很大的,是靠进口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这些价钱会起啦,因为我们去年一年就进口了 Cereals啊,我们吃的Cereals啊,进口的Cereals啊,七十一亿,马壁,咖啡,可可,茶 还有那些,那些料理啊,那些,比如说胡椒那种Spices啊,印度的Spices啊 我觉得如果这个疫情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些东西,它会起一点价啦 因为我们的import的这些东西也不多,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2018年,一年进口的蔬菜46亿 一年进口的鱼还有海鲜41亿 水果39亿 肉39亿 还有那些糖38亿 所以这些都,对整个Malaysia的consumption来讲呢,的消费来讲呢,是算低的啦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些吃贵的东西啊,Coffee啊, Tea啊,Cereals啊 这种可能会起一点啦,其他的可能会便宜,因为我们减少使用了嘛 然后,还有一个米的问题咯 米是因为我们米不够嘛,我们都是进口的米嘛 泰国米啊,越南米啊,最近这几年 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吃越南米,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影响啦 因为越南现在是它closed border,它没有出口任何的米去任何国家 因为现在米是战略物质,跟之前的那个口罩一样 so,如果不能吃越南米,这样吃泰国米咯,泰国还是有produce啦 因为他们吃,超过很多是农民,如果他们的米销售不出去,他们就没有收入,怎样? 所以他们还是会销售,如果你只是吃泰国米,我们可以跟泰国拿,我们可以跟印度拿 so,这些讲说我们要囤粮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不实啦 我们malaysia是够的,是完全足够的 那讲一下,呃,全世界哪有一些地方会被影响啦,因为这些食物供应链 因为全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当然是美国啦 然后还有两个南美大国是阿根廷还有巴西 小麦出口国,好像昨天我跟大家讲了,这个俄罗斯咯,它现在疫情大爆发咯 可能这个小麦的生长会被影响 所以我是觉得,好像比如说这些人口大国,菲律宾啊,印尼啊,在东南亚来讲,会影响啦 因为他们没有自主生产的能力,呃,新加坡有马来西亚啦,不用怕啦 然后,呃,呃,我觉得这些都,这些国家会被影响啦 当然,你看,呃,这个东南亚以外,我们其实还有这些中东国家 好,我们还有,中东国家因为是沙漠,它种不到东西啦 所以,也养不到这样多东西啦,所以它的通货膨胀率将会很高 因为它都是靠进口吧,这些食物,OK 所以,讲了全世界,你看,呃,呃,我们马来西亚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的关于这些通货膨胀啊,还是最低的,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粮食方面 所以,呃,有问题的是其他国家,呃,你看中国,它的那个米会起了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米生产过,每一年,呃,每一年生产很多米 但是它不是最大的出口国,它自己要用很多 它跟印度拿,它跟美国拿,OK 现在这些国家都不能用这样多米,不能够出口那么多米 呃,因为那个,那个坐飞机啊,那个pustle啊,现在都很慢嘛 然后也没有某人做工嘛,that's why,可能他们的米会起价 我们是很幸运的,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 所以,呃,所以我们不用囤粮,我们,呃,我们如果更快的可以度过这个疫情 我们,呃,回到我们正常的回道上,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很快可以恢复 经济的一个国家,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呃,要有正面的思想 哦,呃,不囤粮,哎,我们的,我们的粮食就不会起价,OK OK,so,我们是幸运的一群啊,啊,谢谢大家,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